还记得前不久,范冰冰的弟弟范晨晨,半夜在微博上发了两张自拍,其中要想看清晰照片,先要付款60元成为为家会员。 然后一觉醒了再看,居然有8万人为此买单,年仅18岁,刚出道,还没有任何作品的她,躺着就赚了近500万。 看完半成成的,再让我们看看另一则新闻,在当即中国,有个白发苍苍的女人被称为,中国最后一位女先生。 她身上还有无数头衔,加拿大皇家学会,有史以来唯一的中国古典文学院士,著名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,但今世界最富盛名的汉学专家, 她曾任美国哈佛大学,哥伦比亚大学等世界一流名校的教授,并受聘于国内多所大学科作教授。 她的教龄超过半个多世纪,90多岁高龄了还在教书育人,是当今很多大师的老师。 2016年,她获得的影响世界华人大奖终身成就奖,可尽管她有如此多的荣誉和成就,直到94岁高龄了。 她的一生积蓄也只有1857万,而刚刚,她居然把1857万全部捐了出去。 毕生积蓄1857万,她捐给了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,又与舍利嘉宁基金,支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。 宣赠当天,她没有去现场,没有摆什么post拍照,进行什么大次宣扬,还让学校对捐赠消息低调处理。 但今天,你可以不知道范澄澄,但却不能不知道她。 你可以不看范澄澄的照片,但却不能不知道她的故事。 这位最美丽的中国女儿先生,是我们当今中国,最该珍惜的国宝籍人物。 她,就是叶佳莹,1924年,她出生在北京一个显赫家族,本姓叶赫娜拉。 曾祖父曾做过左领,伯父是中医,父亲熟读古籍,精通英文,还写的一首好书法,先后任职于航空署,中国航空公司。 母亲则是知书本里的大家闺秀,英母与母亲,位于北京西城茶院普通的老家大门口,充满书香气的家族氛围,影响了她的一生。 她三岁时,父母就叫她被古诗,六岁时,随以母读论语,还学英文,吟诗作对。 九岁考入赌制小学,才仅仅一年后,天资聪颖的她,就以同等学历考入北平市立二女中。 三岁时与小舅左级大地又合影,然而身处乱世,她不可避免的,也被卷进了时代的漩涡中,北京开始不断上演。 七七世变爆发,父亲随民航公司仓促难迁,她和母亲则留在罗县区北平。 从前养尊处丘的大小姐,不得不尝尽国破家王的艰辛,接受世事无常的心酸。 她整年里都吃不到白米白面,只能吃酸酸臭臭的渣子,这东西有些人宁愿饿死都不吃。 可她为了活着,却隐区咬着牙齿了下去,在时代的巨变中,年纪十五岁的她有感而发,做了首小诗,蝴蝶,几度金飞玉起蓝,万风翻近五一帆,三秋一脚撞生梦,马地心双月照寒。 而十七岁那年发生的事,更是她终身难忘的阴影。 先是父亲失去音讯,接着母亲忧思成极不幸去世,她伤心欲绝,摸着母亲冰冷的棺果,满脸泪水滴写下哭母师把手。 窗前与地无同碎,独顿爬奔哭母师,这是她遭遇的第一个沉重打击,但一切都才只是刚刚开始。 父母双王后,身为长女的她不得不调起家庭重担,她一边带着两个年幼的弟弟,为一日三残发愁,一边穿着满是补丁的棉袍继续求学,幸好,她得到伯父伯母的照顾。 她继续安心念书,并以优移成绩,考入富人大学国文系,专攻古典文学专业,师从著名学者顾隋,努力钻营学问。 于老师顾隋合影,1945年,她从大学毕业,同时被三所中学聘为国文教师。 从此,她为祖国拿起教编,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,教书工资为薄,生活辛苦。 她每天骑车去学校,时间一长就把穿的长衫给磨破了,但她毫不在意,打个大补丁就继续去教书了。 二十一岁,正是女孩子花枝招展的年纪,可她并不在意自己的外表,她觉得只要讲课讲得好,学生对她一样尊敬,正如论语中所说,是至于道,而是恶意恶实者,为主语义也,只要内心还保持高洁的品德和操守,即便一无所有又怎样呢? 她的一个中学老师,十分用心她的感情问题,把自己在海军学校教书的弟弟,教终孙介绍给了她,两个年轻人擦出火花,1948年,洗劫连礼,婚后,她随丈夫到了泰安,在彰化命中教书,还为她生了个白白胖胖的女儿,然而幸福生活没过上多久,她就遭遇了人生第二个沉重的打击, 女儿才四个月大使,台湾展开轰轰烈烈的白色恐怖,丈夫被怀疑是废蝶被投入大狱,鸟无音讯,生死未卜,她和女儿也被关进警察局,警察局长看了她写的自白书,觉得她真不懂政治,采访走了他们母女,可因为身上带着白色恐怖的嫌疑,她工作丢了,建筑的宿舍也没了,无家可归,只好抱着女儿, 女儿流落街头,在一番辗转后,她好不容易,才找到一个可以投奔的亲戚,但亲戚家只有两间房间,于是,她就带女儿在走廊上睡觉,那时正值夏天,亲戚都要睡午觉,嫌弃她女儿哭声太吵,她就跑出去,在烈日下抱着女儿打转,直到夜深人静,大家都睡着了, 才小心翼翼的回到走廊,每一个漆黑的夜晚,都是她醉醉煙熬的时候,估计和无助感深深笼罩着她,她很想痛哭流涕,可又怕哭声打扰到别人,硬是生生的把眼泪淹了回去,后来,她好不容易在思虑光滑女中,找到待课工作,学校提供宿舍,母女两个生活才算稳定了下来, 三年后,丈夫出狱了,历尽命运的颠簸,她似乎终于要迎来好日子了,将书十分出色的她,越来越有名,成了个大高校哄强的对象,台湾大学,府人大学,半江大学都她,她成了第一个在台湾电视上讲古诗的人,也在教育电台广播讲过大学国文,她培养了一大批,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专业人才, 如今已成长为遍布欧美大陆,以及港澳台地区的著名专家和教授,著名诗人习慕容也是她的学生,习慕容曾回忆说,听老师讲课时,觉得老师是个发光体,习慕容,可正当她事业一片风光时,她的人生又遭遇了第三次悲剧, 丈夫由于长期被关在狱中,受情凌辱,性情道变,常常暴怒,对她咆哮,原本上天的丈夫,还整天玄带在家,成了无业游年,一家人的生气全压在她险弱的肩上,她以极大的包容心体验丈夫,在此期间,她又为她又生了一个女儿,本以为能唤醒丈夫的爱意, 没想到,丈夫既又是女儿跟头就走,丝毫不顾病床上疏弱的她,身心俱疲之下,她彻底病倒了,发高烧,还染上严重的气喘病,可如果她不赶紧去工作,两个年幼的女儿就要饿死了,为了生计,产后不久,她就跑回学校教书,生活的磨难让她迅速变老,变丑,受到皮包骨头,同事都不敢碰, 碰到她,她一下子会把她的手臂拉断,下班后,她又在家里忙前忙后,洗衣做饭带孩子都是她一手包揽,最痛苦时,她甚至想过用雷气结束生命,她不怕死,可她害怕自己死后,两个女儿无依无考,想到这,她就又咬咬牙继续支撑,而在这段最尖柔的岁月里,师哥,成了她唯一的文件, 她从小就喜欢写诗,而这段绝望的日子里,她便用师哥来发泄自己的情绪,师哥支撑着她,面对忧患,给了她重生的力量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她的诗越写越好,达到诸神入坏之境,王国伟曾说,天以百修成就一死人, 如此不幸,又如此幸运的她,被百般苦难孕育成为真正的大诗人,到了1966年,她终于迎来人生的转折点,她受邀到美国奖学,先后任美国密西根大学,哈佛大哲克做教授,她不会英语,但42岁的她不服输,每天捧着字典学,越术越流利, 她是当时为数不多能用英语,享受中国古典诗词的中国学者之一,不同肤色的外国学生在她的带领下,感受到了中国诗词的唯美意境,她一边孕育逃离,一边还和哈佛大学亚洲系主任,合作从事研究工作,出席国际学术会议,逐渐这些成果已被哈佛大学出版,当时中国大陆与西方世界长期隔绝, 而她的教学研究活动,为世界传播中华诗词文化,做出了重要贡献,1969年,她又任加拿大文革华,普列丁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,并在加拿大定居,1976年,她已52岁了,两个女儿相继结婚,劳苦半辈子,本以为从此生活可以安稳了,没想到上天又跟她开了个玩笑, 一场车祸夺走了大女儿和女婿的生命,坚强如她,这次再也撑不住了,她痛哭,流泪,垂胸哀嚎,她想不通,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,上苍要一次次的折磨她,悲痛欲绝的她,把自己关在家里,拒绝接触外面的世界,为了纪念鲜爱的女儿。 很久很久后,她才再次拿起笔,写下了十首酷女诗,边写边哭,苦到眼泪都快干了,而这时,祖国传来的消息,也让她感到鲜碎,由于十年文革浩劫,中国传统文化遭遇严重断层,急需有人重拾复兴。 在大痛大背后,从前将家庭视为生命的她,突然大彻大悟了,她说,之前把一切建在小家小我之上,不是一个种极的追求,我有一个更广大的理想,这个更广大的理想就是,回到祖国去教书,她要将古代诗人们的新婚,致意,这些宝贵的东西传给中国下一代,她虽然老了,但愿意建立。 把中华诗词的种子传承下去,说做就做,1977年,她回到阔贝已久的,还是一贫如洗的祖国,开始在全国各地高校讲授诗诗词。 1979年,叶佳英与南开大学教师合营,当时国内老师们仍用旧方式讲解诗词,苦到无聊,让学生难以理解,而她在诗学理论上,使用平时好懂的方法。 如同一个荧幕人,握住学生的手,亲切地把他们带入诗学的展门里去,听她的课必须持特有的听课证。 没想到疯狂的学生们,不惜用罗伯克甲章做道量的甲章。 只为一睹她的风采,甚至下课零响起后很久,学生都还意犹未尽,迟迟不肯离开课堂,课后,又有许多学生给她写信。 大家都尊敬地对她说,听了她的课后,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诗词中的丰富璀璨,美不胜收的审美世界。 在中国,十几年硬式教育堆积出的死水,被她的一阵清风,吹起了不止一丁半点的一轮。 那时,她的美貌早已不在,皱纹满面,然而富有十数气自滑,苍老遮盖不住她由内而外的美丽。 徐晓丽是她的学生,徐晓丽说,那时候大家穿着清泥色的衣服,男生和女生都分不出来,可是叶先生在讲台上那儿一站,从生意到她的这个首饰,这个体态,让人耳目一新,没有见过,真是美啊。 那学生听了她的课后,都直呼怎么没有时光机,都想回到她年轻时的年代去追求她。 温家宝也是她的粉丝,曾生在她心灵纯净,志向高尚,温家宝手书,原来,真正的美丽并非皮囊,是可以通过时间考验的东西。 她有着永不褪色的善良和温柔,有着让任何人甘愿臣服的力量。 后来,快餐文化洗礼了全中国,直到多数中国人开始看不懂诗词,汇聚几千年文化精华的诗词。 在中华大地上逐渐走向灭亡,越来越多的年轻学生问她,叶先生您讲的诗词很好听,可对我们实际生活有什么帮助呢? 她叹了口气,回答说,你听了我的讲课,当然不能用来评职称,也不会加工资。 可是,哀莫大于心死,而生死刺之,古典诗词中蓄积了。 古代伟大知诗人的所有心灵,智慧,品格,惊报和修养。 诵读古典诗词,可以让你的心灵不死。 在人们日渐对诗词冷漠的年代,她甚至会被人批评成就,无聊,是毫不泄气的。 继续走上讲台,站个笔直。 不得不提的是,从教书开始,她就坚持站着讲课。 到了七十岁,再到了八十岁,她依然是站着讲课。 她说,站着讲课是对诗词的一种尊重。 九十岁时,她又不顾身体,为孩子们亲自甄别,挑选,将自己心目中最适合孩子,阅读兴趣和能力的中国古诗词结极成册。 给孩子的古诗词,是她的心血之作,她希望能带给孩子们中国文化的感动和召唤。 提升孩子们的心灵品质,九十一岁到零时,她又带学生们,在家中的小客厅给他们讲课。 只见她白发微卷,身材悲扬,始终充满热情,毫无疲倦。 她坚持继续指导研究生,经常工作到凌晨两点。 2016年,已经九十二岁高龄的她,在南开大学开讲座。 当天倾盆大雨,她却冒雨而至,站上讲台滔滔不绝,全程没有任何停顿,完成了长达一百三十分钟的讲座。 九十三岁时,她还不顾身体发表演讲,在学生们的心田种效师的种子。 她深情地说,我的心头还有一点火,我愿意把这火继续传下去,一灯燃百千灯,明者皆明。 明中不尽,有人劝她别这么拼了,都这年龄了,该带在家安安安稳稳地享受日子了。 可她却说,我们中国的古典诗词,有这么多美好的东西,我有责任把它传承到下一代。 如果我不能,把这些美好的东西传给下一代,我上对不起古人,下对不起来者。 而今年,她已经九十四岁了,可她居然还在教书育人,她教了七十四年书,为传承中华文化,已经付出了全部的青春。 可刚刚,她竟又不惜为祖国千金散尽,她向来淡薄名利,低调生活,就连曾经大热的央视节目朗读者,她,都被她拒绝了。 她省持兼用了一辈子,才好不容易存下一千八百五十七万,然而这毕生积蓄的一千八百五十七万,她眼睛都不眨一眨,就全部捐给了南开大学,如同在交一张美水电大班平静。 这一举动不愧堪称大师风骨,可明星们的新闻铺天盖地,根本没多少人注意到这件事。 现在,九十四岁高龄的她,还打算继续讲课,教学生,她并不惧怕死亡,她曾深情地说,我愿意生命结束在讲台上,如果有来生,我还要叫古典诗词。 她站在那里,便是一首诗,是一首对祖国,对中华文化的摯爱诗歌,无人能及,无人能比。 她是当今中国最美丽的女人,生活曾给她无尽的磨难,但她依然善待整个世界,以无生之觉悟过有生之事业,以悲观之心情过了观之生活,怀着一颗诗心,获达柔和的直面厄运。 她是中国古典文化的引路人,站在通往诗词王国的道路上,九四年岁月如流,七十四代教书生涯,惠人不倦,度人无数。 她更是中国最后一位女先生,不求虚名,不为利益,不隐和风气,不依附贵人,一世多奸,却痴心不改,从里到外都是最干净的灵魂。 今天的中国不应该在,西子家是天下旨,大师伟记无人问了,今天,请让我们每一个中国人,都记住她的名字,记住她的风骨,记住这位还尚在世的,中国最后一位女先生,叶佳莹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